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就是这种IG、FB、Twitch 哔哩哔哩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天气节所游 联动 定档 在9月1号的时候 星山剑 快异形 天气节有成在铃 宣传剑3外传天之狗 不过在这个星山剑快异形 不晓得是不是在9月1号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李逍遥 赵铃儿、林月如还会再出现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写三剑嘛 应该只是 刚好 马上就接着宣传剑 应该是这个意思啦 好 不过老实说 我看到 虽然已经 上一集有跟 各位介绍过了 那个 呃 那个赤冠心的那个动画嘛 那其实已经很明显是天之狠了 不过 看到这个确定的消息还是 蛮令人感动的 天啊 小时候的 小时候游玩的游戏 如今看到这三个 放在同一个 作品里面 真的真的真的很感动 好 那 不晓得有多少的玩过 缺人剑3外传天之痕这款游戏啊 也不晓得大家也没有接触过 缺人剑 这款游戏呢 那看到这些角色的图 就是小时候的回忆都回来了 以前小时候都 一直在玩天之痕玩了好几次 好 那底下这边就不太 嗯 不讲重点好了 呃 主要就是天地节致敬那个国产IPG的游戏加速备出环金时代 因此 联动仙剑七侠传后呢 薛人剑3外传天之痕成为了 呃 手游他们的 不二 不二的联动选择 呃 紫容 希望实现新三剑合璧的畅想 谱写新三剑合璧的佳话 哦 不过这个宇文拓 宇文拓 真的帅 真的帅 老实说我原本以为啊 就是天之痕一样 一样只会出三个角色 就是陈静愁 宇小雪跟拓帕玉儿 然后我想说宇文拓这么高人气的角色不出 会不会太可惜了 诶 想不到 真的有宇文拓呢 不过在今天的这个消息还没有讲到 陈静愁跟拓帕玉儿 还没有讲到这两个 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简介 宇文拓 西币是 陈伟 北周 皇室后一 水巢之郑国泰斯 英式昆仑境的转世 故拥有 赫兰双铜之 阴阳妖铜及骨铜色之法 身上 佩戴一把金色 之上古神器 旋远剑 一人一剑 在战场上轻易即可摧毁 万千大军 得知赤冠心将要划破九天神兜结界 决定再也不管 谁家 天下安危 转而全心 寻找上古神器 这样阻止这场危机 丹阳妖其 丹妖其 丹妖其 与小雪 与小雪 与小雪呢 也是神器的 这个 类似这个 转世 跟那个 宇文拓是一样的 与小雪跟仙剑 刚好有一些 一些关系 都是女娃 女娃 不过与小雪 与小雪的这个 胸前 怎么 变得蛮 蛮多了 OK好 出生于北方贫困的 破落小村 满头白髮被当地村人认为是不祥的象征 备受歧视 后在仙山岛仙人的帮助下得知自身乃十大上古神器之一 女娃时转世 并与神地仇等人一起成功修补了天之痕 温和 平静 内向 带人很好 为他能着想 有牺牲精神 外表温柔 温婉柔弱 但内心坚毅 处事冷静而果断 好 我们听一下这个宇文拓的这个 西 呃 西V 承担大使者 要能以大局为孽 不惧背负恶名 以利拯救更多 承担大使者 要能以大局为孽 不惧背负恶名 以利拯救更多 我们听一下宇小雪的CV 和诚哥哥 拓把姐姐在一起 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永远远都忘不了 和诚哥哥 拓把姐姐在一起 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永远远都忘不了 好 那后面的话就是除了精彩的 剧情啊 然后联动角色跟联动皮肤 那还有一些 其他的玩法 随机把握 随机事件 甚至随机战斗 都会带来新的不同的惊喜 还有还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OK 没有了 好不过如果9月1号就开始联动天资痕的话 那几乎是马上马上接着下一个活动 我的十字印都还来不及凑 哇 我好想要宇文拓 宇文拓宇文拓太帅了吧 火系侠客 宇小雪 好了 希望今天的消息 对大家 是一个很兴奋的消息 那我们就期待陈静筹跟拓把育儿 看看明天会不会公布出来 他们是什么样的职业跟属性吧 好了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我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住这种igfbtwitchbdb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